23号的傍晚雨势越来越大 吉安乡长游熟真会同了第九河川分属 前往木瓜溪下游 接近光华村的初音2号提防来视察 在海棠台风期间造成的缺口修建工程 九河分属长王国良保释说 提防工程已经完工了 不会有溃体的危险 而为了担心大雨会积水 吉安乡公所也发送沙包 让周边的居民预做准备 23号下午开始 降雨雨势不小 吉安乡长游熟真会同了第九河川分属 前往木瓜溪下游 接近光华村的初音2号提防 视察在海棠台风后造成的缺口修建工程 九河分属长王国良表示 提防工程完工了 不会有溃体的危险 是这次的豪雨 你没有评估说它的豪雨会不会上来 应该不会了 会不会上来 因为我们的治理标准是100年 木瓜溪用100年的标准 跟我们花莲西组有100年来看 对 我因为你只有抛死而已 对对对对 那你的护露土的浆气快死 还会上去 因为那100年的洪水位 还在那个这个向台的底下 真的是算基础的底下 所以不会上来 为了担心大雨造成积水 湘工所也发送发包 请周边的居民预做准备 吉安乡长有属正有呼吁 低洼地区民众要前往安全的地方 暂时安置 有任何紧急状况 也请向乡公所通报 谢陆惠 简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